澎湖花火节今年迈入第八年了 烟火依旧是非常的漂亮灿烂 不过游客人数却是历年来最少的 原因居然是因为游客根本定不到机位 澎湖县政府炮轰航空公司 把大飞机都留给了两岸三通的直航线 剩下的都是小飞机来飞离岛 甚至还减班 他们要求民航局应该要改善这种情况 灿烂的烟火从观音亭桥上升空 五彩缤纷的火树银花 映照在夜空让游客惊呼连连 广场上人手一台数位相机 全都朝向同一个方向 就连外国游客也不例外 要把澎湖最美的一刻记录下来 非常美丽的节目 非常美丽的火花 非常大 很多色彩 我们真的很喜欢 非常嬉害 日本的花火比较美丽 花火节是澎湖五月份的重要活动 今年迈入第八年 但游客却是有史以来最少的一年 县政府将矛头指向航空公司 两岸直航 那大飞机都跑到大陆去了 所以我们今年 台湾跟澎湖的航线的都是小飞机 造成很多想到澎湖来欣赏烟火的游客 没有办法到澎湖来 为了弥补地幕到机位的台湾游客 县府决定加码 六月继续在补办机场 希望让更多人来感受澎湖花火节的魅力 明星新闻林树民 澎湖报道